第468章 得找阿姆之招 听一万说着他走后 平梅和那些人对宰宰们做的事情 致力气得握紧拳头 直咬牙切齿 他们怎么敢啊 小湛他们都是平梅的宰子 他怎么就黑心肠眼睁睁看着俩儿子死去 那些部落里的人都没有一个大把手的吗 一万摇摇头 至少明面上没有人敢帮忙 暗地里帮的也不过是给点吃食 三个宰宰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对食物需求量大 那点吃的都不够三牙缝的 可宰宰们小 跟着出去采集 很容易出意外 支离 平梅不是一个好雌性 他不配当人阿姆 这次你从兽神代回来 还要跟随他吗 支离神色正了下 自己重生到现在 只念着三个宰宰和亿万 都没怎么想平梅 这会儿他感受了一下 神色带着欣喜 不了 亿万 我感受不到平梅的存在 这代表着我跟他不再是伴侣 短暂的喜悦过后 一向阳光仗义的他 这会儿冷沉着脸 带着痛恨道 我要为我俩儿子报仇 凭什么我和俩儿子 都去受神大报道了 而平梅 吴川和他们的孩子 却能好好地活着 支勒抿着唇跟着告状 阿富 利瓦 就是阿母和吴川生的宰子 联合流浪兽 将我的天赋给剥夺了 要不是一万阿富相护 我被人救了出来 否则我也跟俩哥哥一样 去受神大报道了 支离握紧拳头 气得跟河豚似的 胸口大起大幅 额头青筋直跳 如果平梅在场 恐怕他早就要扑上去撕咬一番 他心心念念护着的雌性 怎么对他的宰宰这么残忍 满腔热泻 被冷水浇灭 心寒以及愤恨 但凡有点良心的 都不能这么对待自己的崽子 阿爷 那个平梅雌性是阿富的阿母 没少仗着长辈的身份 欺辱阿富 现在好了 阿爷来了 您才是为我们阿富和俩阿伯报仇 最理直气壮的兽人 雪包拉着支离的手 气愤道 您是不知道 阿富当初虽然被人从林子里救出来 可他的天赋没了 从六级退为三级的半残废兽人 阿爷 您能想象到 阿富当时受到了多少白眼和冷嘲热讽吗 那都是戳人胸口的软刀子 阿爷我阿富特别可怜的 大家都成年家印后 选了小雌性 他却一拖再拖 要不是我阿母 他现在还打光棍呢 三个仔仔们一个接一个的告状 将自家阿富营造成任由人欺辱的小可怜 等着这位阿爷找回场子 实在是他们怕平梅哭诉一场 所有人的苦楚都成了过去式 这傻白天阿爷又被平梅给拉过去当苦力了 支离顿时觉得肩膀上责任重大 身负着自己三个孩子的委屈和痛楚 甚至两条半命 他微眯着眼咬牙切齿道 咋儿们 放心吧 阿爷这次要让他们血债谢长 三个仔仔对视一眼 觉得这火烧得够大 但是持不持久就两说了 所以他们得找阿母之招 不过出去三五天的路程 亦万和夏明的感情如七四交 而支离跟支乐父子四个 三代人感情深厚 好似没有相隔二十年班 在三个小家伙的拱火中 支离对平梅一家恨之入骨 等他们回到金师城 通知各个部落和寿城筛选精英兽人 参加历练的飞行兽们 纷纷回来赴命 有不少势力的首领 跟原来的大祭司道远关系不错 甚至他们私底下 有见不得光的交易与合作 所以当他们听到大祭司换人后 压根不在意报信人话里的意思 直接应付的点头将人给撵出来了 对于这个结果 亿万并不觉得意外 如果在平常时候 他可以对此不闻不问 等着对方肠子毁清 可是那些势力中精英兽人不少 南大路也受得削减 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在城主星巴主持秘境历练名额 筛选擂台赛的时候 亿万德带人亲自再跑一趟 只是他刚跟夏明结履 目前他身边只有自己一个受服 明跟人商谈案消息 亿万扭头就看到 在窗户边拖着下巴 目不转睛瞧自己的夏明 眸光一暗大步走了进来 我可能要出去几天 我想着 寿城给大祭司配备的院落不小 要不让知乐一家暂时搬过来 给你做伴 不管是我带你走一遭 还是将你交付给其他人 我都不放心 夏明点点头 笑着走上前抱住他的腰 好啊 我听雪豹仔仔们说 他们的阿母可漂亮了 性格也好很会玩 有他在 亿万哥你放心去忙吧 亿万将他紧紧固入怀里 不太想走 要知道你能回来 我才不当这什么大祭司呢 难得见到他 这么孩子气的一面 夏明笑道 亿万哥说什么傻话呢 如果你不当大祭司 或许我跟支离 还在受神跟前伺候呢 老人们曾说过 有得有失 咱们短暂地相离 为了更长久地厮守啊 亿万哥等了我二十年 这次不过是离开十来天 听到这里 亿万掐着他的腰 狠狠吻上去 半晌才气喘吁吁地放过他 抵着他的额头道 小没良心的 你不说我倒是忘了 你让我等了二十年 那你等我二十天 咱们算是扯平了 说到这里 他倒是先不忍心了 蹭着他腻歪 不一样的 如今我是你的寿夫 只想一直抱着你 夏明脸微红 我也想你 亿万哥 回来的时候 我给你带好吃的和好玩的 亿万亲了他一口 拉着他往外走 等出了门后 他化身成微风凛凛的老虎 往支乐家奔去 却说支离跟着支乐和宰宰们 往家里走 这一片都是鲁尼部落的寿人们 他们看到七八成乡像的俩雪豹 十分惊奇 毕竟他们组里就剩下支乐 这么一只雪豹 支乐 这位是谁啊 没听你阿夫说 他有什么亲戚啊 然而他们所有的疑问 都在支离化成人形后 消失不见 惊奇地纷纷等大眼睛 这 不可能吧 是支离 不可能吧 都二十年过去了 支离跟咱们一般年纪 可他身上的气味 就属于支离的呀 第469章 大婶你是谁啊 支离 有个兽人忍不住喊了声 支离寻声看去 笑着点头 哎 方敏 你都留胡子了 这是你家算吧 哎哟 跟你家崽子小时候一模一样 这这这 大家伙惊奇地全都围上来 还有人扭头跑去喊人 支离当初在部落里 是有了名识力高的热心肠 要不是他小时候 父母就给他定了平眉 说不定他早就离开鲁尼部落 跟随圣词去其他地方了 他跟支乐一样仗义人员好 众人都稀奇地拉着他 又捏又掐的 感受他的体温和身体柔软 真是支离 这说话的声音 模样 和身上散发的气味 就是支离 你没死啊 当初你半夜离开一去不复返 我们还以为你死了 被野兽给啃了 不过 这一二十年过去了 你怎么一点样子都没变化呀 对呀 要不是我们认得你 还以为是支乐的兄弟呢 提到这里 众人又是沉默了下 支离是回来了 可没有他的守护 三个雪豹仔仔 只剩下了支乐 一个半残废 不过支乐的运气不错 也不知道得了什么机缘 如今他的修为不仅回复了之前的六集 还在一年内晋级为八集 支离是一路寒暄过来的 对于他来说 这些都是前两天见过的邻里和兄弟们 他们对自己过分热情 以各个热泪盈眶 又是拥抱 又是将他给齐齐扛上天 那激动兴奋的劲 让支离有些尴尬 不得不扯着脸皮 配合他们的表演 可对于这些兽人们来说 支离死而复生 相隔这么多年 大家伙经历很多 越发珍惜以前的情谊 各个喜庆的 比迎接狩猎队伍还热闹和高兴呢 只是快到家的时候 萍眉含着泪 站在路口等着 一时间 众人都沉默了 看看这个瞧瞧那个 有跟支离关系不错的 上前跟他耳语 面色都是愤愤不平 支离 你都是死过一次的人 别再是非不分了 起码不能再被萍眉给拿捏住 不然你之前遭的难 和你俩仔仔的死 都是笑话 也含了支乐他的心 对呀 支乐能够长大成人 还有了小雌性和仔仔 是我们大家伙 齐心暗暗护着的 你别让大家伙的苦心 给打水漂了 支离 你要是个雄性 哪怕拼着跟他解气 也别咽下这口气 大不了咱们一切从头来 你家之乐出息了 你可别扯他后腿 是啊支离 听说咱们金石城以后 也慢慢发展好起来 不是一味地去狩猎 到时候你辛苦些 也要能养活自己 咱们丧偶的雌性有很多 一起搭伙过日子 也比跟着萍眉 这恶毒雌性来得好 亿万都拼着不要大祭司 也跟他解气了 萍眉见大家伙 都在七嘴八舌 说自己的坏话 哪里还顾得上 装模作样抹眼泪 赶忙急切上前说 支离 我就知道你没死 我可等到你了 说着 他就要往支离身上扑 以前他不知道支离的好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还真想念它 尤其是眼前的支离 年轻俊美 看得他浑身都软了 支离侧身躲过 由着萍眉摔了个狗啃泥 大家伙都乐了 实在是太解气了 有人起哄 带头拍手叫好 思朔正巴在伎梁头上 瞧热闹闹 在郊外或者空旷的地方 他会坐在阴江身上 全方位观战 可在城内 他更喜欢在伎梁头上俯视 视野极佳 他瞥了眼过去 除了会带节奏的自家狐狸 还能是谁 支离 平眉气得浑身发抖 在他那么多受服中 对他言听计从的只有支离 但凡他哭闹一番 保管支离就犯 如今 他却被支离虚晃栽倒在地 在大家伙跟前出丑 听着众人嘲笑声 他的理智都快崩溃了 你到底怎么了 难道你不认得我了 支离抱着胸笑笑 还真不认得你 大婶你是谁啊 一句大婶 喊得众人发猛 突然消成爆笑出来 那笑声像是 思朔熟悉的炮烛声 一个接一个的炸开 他们从来都不知道 支离也有这么损的一天 明明支离和平眉 是差不多大小 甚至支离 还比平眉大一两岁呢 结果二十年过去了 支离仍旧是 她离开时的模样 可平眉已经是 当阿奶的人了 虽然她平日里保养得好 风韵有存 跟三十岁般 但是四十岁的平眉 就是婶子奶奶背了 她说的也没错 平眉的脸都被气绿了 我是平眉 你的雌性 支离侧头笑着问道 则 大婶 你说话得讲证据呀 你说你是我的雌性 那你有我的兽一枚 平眉身子一僵 眨巴下眼睛 脸色却有些发白 不对 你怎么可能是支离呢 支离死了 在你死的那刻起 我身上就没有你的兽印了 支离笑着点点头 对呀 我是死过一次的人 兽神觉得 我死得太冤枉了 也是我兄弟亿万 当大祭司了 兽神想让他好好做事 就让他许愿 我和夏明 都被兽神送回来了 平眉 你的好日子要结束了 我 要帮我俩仔仔索命 平眉傻愣愣地看着支离 脑子有些转不过来 一切对他来说 冲击性很大 人怎么可以死而复生 更何况死了二十来年的人了 一股阴凉从脚底窜起来 平眉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支离没再理他 招呼仔仔们回家 亿万和夏明赶来的时候 支离刚将家里人 依依跟支离介绍着 支离眼热地 看着小姨被雄性搏梗上的兽文 不停地跟支乐和仔仔们说 要不是你们阿父 阿爷少活二十年 这会儿我肯定也跟亿万一样 是十级兽人 甚至是十一二级兽人呢 大家伙笑着点头 直到是世事 亿万好笑地走进来拍拍他的肩膀 这兄弟还是一如既往的自信哪 真好 那些岁月好似就在昨天 好友和心爱的雌性都在 而他也有了能够保护他们的能力 这样的日子 是他过去二十年想都不敢想的 苦尽甘来 大约就是这个样子了吧 亿万 你忙完了 支离脸上的笑一讲 完了他忘了自己是长辈了 得端着范儿的 第479章 此生无憾 亿万笑着点头 没客气地将自己的想法说了 你们家里人多 只有三间不大的房屋 根本住不开 先去我那边住 顺带帮我护着名 夏明正是貌美年轻的时候 身边没有人守护着 不定被什么兽人 抢去强行劫气 思朔想都没想就硬下了 更何况宰宰们求他支招 正好需要一个进水楼台先得月 他们人多 可带的东西不多 每人收拾一两样就能离开 支乐跟崔泰和柯彪说了声 便要离开 思朔扯扯他的手 给他塞了两瓶洗水罚卖单 冲他笑着眨眨眼 既然他们要筛选精英去秘境历练 那为什么不能让熟悉的亲友去呢 崔泰和柯彪的等级不算太出众 顶多在中等片上的水平 可有了洗水罚卖单 以他们的资质 体内杂质堆积 以及毒素暗集在 效果绝对惊人 越是普通的兽人 服用洗水罚卖单效果越好 冲击个一两级 都是很轻松的 如此 他们也能有上擂台竞争秘境历练名额的资本了 支乐握住思朔的手 笑着点点头 寻了崔泰和柯彪到一旁布设上防护罩后 一边低声 一边将玉瓶塞过去 崔泰和柯彪是有亲友和节旅兄弟的 洗水罚卖单如何分配 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俩人对支乐特别感激 都红着眼眶拍拍他的肩膀 大恩不言谢 他们都将恩情记在心里 以后有的是机会回报的 亿万分配的是个有三面屋子的大院子 正屋五大间 东西厢房也个五间 思朔他们选择了东厢房 他住在中间的屋子里 雄姓们带着宰宰们住在其他四间 支离则住在西厢房的一间 而亿万和夏明住在正屋 安顿好后 亿万就要带队离开了 伎俩走出来 四四倾笑道 亿万阿富 我与维策跟你一起吧 被点名的维策挑眉 没说什么站起身 走到思朔跟前抱着他小声说 说妹 等我们不忙的时候 就喊你过去玩 他可艳羡兄弟们出去 招呼小慈性过去独处 嘖嘖 夜深人静的时候 换个地方 只有他跟小慈性 天为背地围床 想想就很美 不等他腻歪两句呢 一对不省心 没眼力见的石铁兽崽崽们 就扑上他的大腿 阿富 我们要一起过去 团子生怕阿富不带自己 小声强调 阿富 你是知道的 你不带我 我们也能寻过去 园子也眨拔着眼睛 旁边还有小金雕 一脸期待地看着他 围侧一个头两的大 好好好 都去 先说好 你们要听话 遇到危险就及时传回来 崽崽们嗡嗡着硬下来 焦糖和甜圈 也抱上自家阿富的腿 不住地蹭啊 想要跟去 季梁笑着揉了揉他们的头 去去去 他眸子微暗地看向思朔 不用说话 思朔也明白他的意思 无声地勾着他 晚上寻他玩呢 思朔抿着唇 笑着给他个后脑勺 意外是知道季梁的本事 有他跟着 很多事情都能迎刃而解 笑着点头 行 我刚当上大祭司 很多事情还没上手 正需要季梁帮衬着来 只是呢 思朔给季梁使了个眼色 季梁拉着意外到旁边 低声商量着 意外阿富 嗨嗨 您对夏明阿母 有什么安排吗 这件事 其实谁说谁尴尬 但是季梁担负重任 成为迎难而上的人 意外愣了下 略微一想便明白过来 倒是坦然笑道 我跟你们夏明阿母 商量过了 他还年轻 岁数不大 声誉能力中上 正好在这次擂台赛的时候 让他选几个厉害的雄性 季梁摸了下鼻子 那个 意外阿富 您觉得支离阿富如何 意外眼睛瞪大下 随即笑着连连点头 好啊 其实我们是一起长大的 要不是支离跟平梅 从小定下婚约 而我又喜欢明儿 我们都想 约着成为结旅兄弟呢 之前我被平梅算计 一直隐而不发 也是爱着支离在 后来是支乐 事情过去这么久了 我险些都忘了这件事了 如今支离不再是平梅的寿夫 只要支离和明儿没意见 我肯定是双手双脚赞同的 季梁笑着说 我们也是觉得支离阿富 跟您和夏明阿母 是一起长大的情谊 感情深厚之根之底 而且支离阿富 能够早点定下来 也省得跟平梅那边牵扯不断 意外明白他们的用心 提前吃回他一生 足够可见 他们对他的尊敬了 你们都是好咋 能够跟支离成为节旅兄弟 一起守护明儿 我此生无憾了 得到伎良的点头 思朔笑着敏纯 内心却唏嘘不已 在他那个时代 有着朋友期不可期的说法 可在受世大陆 他们很多好友 却想一起守护同一位慈性 哪个雄性没有占有欲呢 就连森林里的野兽 都对地盘划分明确 实在是环境恶劣 让雄性们不得不做出妥协 等送走了亿万等人 思朔笑着 拉着夏明一起说话 夏明跟其他慈性一样 很好奇思朔 怎么跟这些兽夫 相识相知相守的 宰宰们也是如此 并且百听不厌 就连雄性们没什么事干 坐在旁边伺候小慈性 和宰宰们吃零食 坐衣服鞋帽包等 顺便听听 自己在小慈性口中 是什么样的 思朔眉眼弯弯地 讲着自己 在被判定生育能力底下时的绝望 不敢置信 到跟随姐姐 前往鲁尼部落 遇到了知乐 再到游伤首领计量 接着便是被虚斥捡到 在擂台上拐走贡游 与狐狸消成的相遇 跟阴江的互相救赎 以及拐骗为策 经历过这么多事情 他们仍旧怀着感恩和庆幸的心 不过他话音一转 凑到夏明耳侧 小声问道 夏明阿姆 你觉得我们之力阿富如何 挺好的呀 夏明笑着点头 他长得好天赋不错 又仗义胆大心细 在我们那会儿 可受小慈性地喜欢了 只可惜 他跟平梅订婚了 那夏明阿姆 没有动过心吗 思朔问道 夏明脸微红 我 我没有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他是平梅的寿夫 只将他当哥哥的 第471章 词追雄阁层夜 思朔失望地嗡了声 惋惜地说道 既然是哥哥妹妹的感情 肯定是不能截履的 本来我们还想着 知力阿富没有雌性了 你们知根知底 感情深厚 继续相守下去多好 既然如此 那我得让知乐到处看看 有没有适合 知力阿富的雌性 夏明睁大眼睛 脑子一时没有转过来 在受视大陆 生存环境的险恶 让他们没有太多精力 去想情情爱爱 感情基本上是收放自如的 在得知对方 有伴侣的情况下 基本上不会再 任由自己乱想 就比如以前的 他跟知力 那是真当兄妹处的 毕竟知力跟平梅订婚 而夏明以后 跟亿万截旅的 如今 知力因为曾经死过一次 所以他跟平梅的契约 自动解除 相处那么久了 这个问题 夏明还是第一次意识到 俩人其实还能有 另外一种不尴尬 甚至亲密的方式 继续度过后半生的 他面色更红了 脑子里时不时蹦出来 之前拼命压制的画面 狩猎回来 满头银发闪烁着细碎阳光 唇角的笑意 比太阳更灿烂 有时候意外不在部落的时候 都是脱子里照顾他的 他们都是正常的年轻兽人 那炽热浓郁的荷尔蒙 烫得彼此不敢单独待着的 为了压抑住这种不齿的念头 他可是努力了很久 别 他嘴巴比脑子先快地说了声 接着他连滚烫不已 买手懊恼地道 我怕支离把我当妹妹 思术抿着唇笑 小声跟他摇耳朵 怎么会呢 我在中原听到一句话 叫做熊追辞隔座山 辞追熊隔层叶 轻轻动手拨动叶子的力气 夏明阿姆可得好好把握呀 支离阿富一瞧 就是认准一个雌性 就对他掏心掏肺的好 他性子好又热情仗义 脑子也不笨 唯一的不好 就是没跟着好雌性 夏明阿姆你主动下 不然就支离阿富那傻乎乎的样子 怕不敢对你生出想法来 进水楼台先得月 你要眼睁睁看着他被其他雌性拐走 退一万步来说 支离阿富针对你没有半分请义 那你试过了也不后悔 对不对 夏明用力地点头 这话说得真没错 雌性的寿命不长 他又是死过一次的人 看到如今的亿万 他也感慨颇多 人活在当下就好 不要给未来留有遗憾 那 我试试 夏明深吸口气 敏下唇半捂住双颊问道 是啊 尽快试 不然支离阿富又要被评委给缠上了 听到这里 夏明猛地站起来往支离跟前走去 丝硕露出姨妈笑 啃着苹果跟萧成排排坐吃果果 顺便看热闹 支离正在跟支乐学习 怎么制作好吃的肉铺 像是做饭 制衣等 对他来说 也是生存必备技能之一 虽然现在 他没有寻找磁性的想法 但是本能让他想要将这门技术学好 支离 你们在忙什么 夏明一步一挪地走过去 平时他大方自然的模样 如何都装不出来了 扯出来的笑都要哭了 支离注意力都在控制火候上 要让石头受力均匀 且还不能太大 他还得时不时将肉给反面 撒上调味品 上下忙活的脑袋都转不动了 做肉铺呢 夏明等着他的下文 然而他专心制制地烘烤 压根没注意到他 他忍不住咬着唇拌 扭头看向思朔 后者给他挤眉弄眼 让他继续努力加油 宰宰们也都排了一溜 冲他比划着加油的手势 支离 你做的肉铺好多呀 这是 这是自己吃还是 家里宰宰多 我帮忙烤制些 支离头也不回 看得支乐都想上去将阿富的脸 给掰过去 阿富之还傻的样子 要不是他们跟着操心 怕是他今后都要打光棍了 思朔也头疼 一个太纯情 一个太呆傻 这俩在一起 不被推波助拦下 恐怕等到花都卸了 他们还毫无进展呢 是以思朔 拉过一脸挫败的夏明 思朔 支离就是将我当成了妹妹 如果不是亿万哥的托付 他肯定不会对我上心 替我筹备吃食的 夏明沮丧丧地说 思朔倾笑 拍拍胸脯 夏明阿姆 你要相信我 我跟你说几个法子 你挨个试过去 肯定有一个 能将支离阿富拿下的 夏明打起精神来 连连点头 认真的说 思朔你说 我听着呢 思朔掰着手指头 传授给他女追男秘籍 这可都是他从偶像影视剧 和小说里总结出来的精华 对付寿司大陆的雄性 那还不是完全拿捏 夏明听得眸子精亮 脸颊却泛着飞红 再次去寻找支离 这会儿支离 已经将肉铺给烘烤干了 见他过来 笑着往他怀里塞了一罐 小明 你尝尝我做的好不好吃 夏明被惊喜到了 没想到他也做了自己的份 打开吃了一个 一点都不干 香辣又嚼劲 越吃越上瘾 他笑着说 好吃 谢谢支离 谢啥呀 一万吩咐我照顾你 那这段时间 我肯定要让你吃好 万一你瘦了 一万不得挥着爪子拍我 支离不在意地摆摆手 又要继续制作下一批 这些是放些辣椒的 宰宰们得用五香的 夏明赶忙将罐子放一边 支离 我来帮你烧火吧 这里太热 你身体受不住 没事 我一个人完全忙得过来 待会你帮我尝尝咸淡 支离往他手里塞了个果子 折指旁边的石凳 夏明捧着果子 内心一阵无力 什么追忆往昔预热 压根木有说话的机会 吃完果子 在屋檐下 晒着从树叶里斑驳下来的阳光 夏明成功睡着了 思硕看向虚斥 忍不住小声问道 虚斥 是不是我不开花 你也傻愣愣地不开窍 不拿我当你的慈性了 虚斥笑着掐了一朵花 插在他头上 说 或许那时候 我对杰驴这件事还懵懂 但是我喜欢你 会追随你 一直到弄清楚这种情感 看到你跟其他受负的互动 我也能明白过来 我不会错过你的 思硕抿着唇抱着他的胳膊 虚斥 等这边秘境历练结束 你冲击到15集 咱们就去你的组里看看吧 第472章 落花而逃 懂不懂 虚斥紧握着他的手 将人揽入怀里 毛子里有着对故乡的思念 能回到那的私心喜 更多的是悲痛 小时候的记忆太深刻了 好似一道永远都抹不去的疤痕 横距在记忆里 他的活着 不知道牺牲了多少数百的性命 他恩了声 好 贪婪地蹭着小雌性的颈窝 温软香滑 太让人眷恋和心安了 思硕拍了拍他 给志乐使了个眼色 后者好笑地摇摇头 硬着头皮走到阿富跟前 阿富 下面阿母睡着了 虽然是夏天 但是屋檐下的风有些邪乎 不少吹了眼外嘴邪的 你去将夏明阿母抱回屋里吧 志乐撞下志力的肩膀 冲夏明怒了弩嘴 志力愣了下 指了指自己 无声询问 我 志乐挑眉 怎么 阿富 您不会想让我犯错误 当着我家猫仔的面 送夏明阿母回屋吧 还是说 让我其他节旅兄弟 反正我家猫仔娇小无力 做不来这样的活 要不 你还醒他 志力看了一圈 好似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 他的心脏 忍不住砰砰跳得极快 有一股说不上来的羞怯 让他手心和额头 都不满了稀罕 这阿富阿母喊的 好像是他们 是伴侣伴 他同手同脚走过去 弯腰刚要抱的时候 就看到小慈性睡得甜美 他的睫毛浓密弯长 像是甜鲜的蝴蝶 小心翼翼的停靠 那秀美 挺鼻冬的样好看 清秀中带着古乖巧 他的视线忍不住下矣 小慈性粉嫩的唇瓣 跟粉色下花般 似是透着古清甜 无声引诱着他 那纤细白嫩的脖梗 歪头露出来精致的颈窝 看得支离浑身血液都沸腾了 他紧闭上眼睛 深呼吸又慢慢平缓下来 如此几次才在 支乐疑惑催促中 小心翼翼的 将夏明给打横抱起 夏明寻到了舒服的姿势 在他肩膀处蹭了蹭 唇脚微扬地继续睡 支离浑身将在原地 低头看着他 呼吸都不敢用力 生怕将他给吵醒了 他的记忆是没有二十年的跨越 只是随着他的重生 遇险前的一切 都在他现实接触中 记忆变得遥远和模糊 他对平梅从来都是责任 当成了家人对待 并没有大家伙说的面红心跳 哪怕俩人亲密 也是他在履行繁衍的本能 有那么一瞬间 身体刺激的失神后 理智就再度回归 甚至不喜这种 不能掌控自己的感觉 对此索然无畏 别人都觉得他非平梅不可 由着他胡作非为 就连平梅也有这样的自信 可实际上他自己清楚 他都快将他当成了老母伺候 顺着他不过世 怕他瞎折腾 支离眸子微垂 将怀里的小雌性送回屋 慢慢地放到床上 又给他的腹部搭上宝贝 不敢抬头再去看 转身大步离开 四朔挑眉 收起鼠竖的手指 抿着纯青笑着 跟为他小鱼竿的共游 小声说 共游 你觉得支离阿父和夏明阿母 会不会在一起 共游懒洋洋地喂着他 想了想 应该不能吧 雄性如果喜欢雌性 就一眼的事情 他们磨磨蹭蹭这么多年 早就习惯了 像是朋友和亲人的相处 乖仔 你看支离阿父才进去多久 就匆匆离开了 这是在避嫌呢 要是他针对夏明阿母有意思 肯定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四朔笑着扯住他的脸颊 共游 你不能用你直雄的思路 想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他出来的快 所以才有猫腻 夏明阿母对支离阿父 不是没有感觉 而支离阿父 也绝对不是将他当成妹妹 咱们就等着看戏吧 共游歪下头 还能这么理解 落荒而逃 懂不懂 思朔一副恋爱大师的高深莫测 支离阿父还没弄清楚自己的感情 但是他的动作出卖了他 共游低笑 乖仔这么厉害 听说之前耸得要命 连送上门的寿夫都不敢要 这送上门的寿夫 指的是伎俩吧 思朔哼了声 不理他了 竟然不接短 一下午支离都有些心神不宁的 一股莫名的躁动 让他干什么都不得尽 眼睛时不时瞥向夏明睡觉的屋里 等夏明睡醒 支离手里被支乐塞了一盆水 支离将水放到门口 投没抬就出去了 夏明看着他跟偷粮食的耗子似的 脚底抹油跑得那么快 气不打一出来 自己就这么可怕 陪着仔仔们玩了一会儿 便到了晚饭的时候 支离又被自家儿子撵到夏明跟前 帮着他盛饭盛汤和烤肉 只是平日里总是甜甜笑着 对他客气道谢的小辞性 有些无精打采 压根没有给他一个眼神 支离沉默的服务者 看得在场众人包括仔仔们 急得毛直炸 哎呦喂 这性子磨叽得推让人受不了 思硕却没这烦恼 刚吃过饭就被企量传唤过去了 没想到这里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两种景色的极致碰撞 让月色更加温凉如水 河滩边还有不少随着风飘荡的火猪虫 思硕挖了声 忍不住站起来追着火猪虫玩 但凡他跑过去的火猪虫 全部被惊得飞起 荧光闪闪的 远处是波光淋漓的湖面 鼻息下是青草和花香 像极了能当平保的唯美画面 美不胜收不似真的 季梁倾笑着画成蛇顶着他 绕着湖边将所有火猪虫都惊扰的 不得不为他们起舞 天地间只剩下他们俩 思硕抿着唇也画成了白蛇 一点点缠绕着他 黑色与白色交织 看得季梁眼睛泛红 咬着压暗哑道 小硕硕 你快便回去 这样很危险 他歪下脑袋 危险什么 接着他就感受到自己被反缠绕上 瞬间他明白过来 头皮发麻的赶快变成了人形 而季梁也跟着一起 这几天 夏明习惯了有亿万的陪伴 如今亿万离开了 他独自在空旷陌生 又黑漆漆的屋子里 心里总是发颤 尤其是夜晚时不时传来城外野兽的嘶吼声 他上一世死前的记忆里 全是这样的叫声 整个人吓得忍不住抱头锁在墙角 喊道 支离 第473章 托你的福 支离本就整着胳膊躺在石床上 侧头看着窗外的月色 白日的烦躁在温良的夏夜里 被沉淀下来 更多的念头从浑浊中浮现 他 对夏明起了念头 对于这个想法 雄性其实很容易分辨的 身体直白的激动 让他根本骗不了自己的心 只是 他微叹口气 夏明那么好 而他一个解了契约 还有了宰子孙儿们的雄性 有什么资格肖想人家 他烦躁地抓着头发 其实能活着 看着小乐和宰子们平安健康 他已经很知足了 不该多想的 正在他翻来覆去 不知道气自己什么 胸口总是压着块石头的时候 听到了夏明的喊叫 他想都没想 赶忙冲了出去 推门进了屋 小慈性可怜兮兮 抱头缩在墙角 带着哭腔地喊着他 小明 我在呢 支离侯杰上下滚动 心口自疼了下 将屋子里的油灯点上 感觉到灯光 也听到他的声音 夏明才抬起头来 白皙小巧的脸上挂着泪痕 睫毛都沾染了晶莹 只一眼 支离变侧头了 看着自己印在石壁上的影子 脑子里却在想 小慈性这么脆弱胆小吗 评委偶尔也说害怕 可他能看出来他是装的 可夏明的害怕那是真得 也让他心里不由地起了怜爱 支离 我害怕 他重生回来好几天了 不过他今天才回到金石城 陌生的环境 周遭都是陌生的兽人 如今亿万离开了 他只认得支离 他控制不住委屈地说 我上辈子死的时候 应该是被狼给啃了 我只记得林子里特别黑特别冷 我扒在树上 下面很多眼睛绿油油的狼 各种野兽兴奋的吼叫声 我逃跑挑选的树一点都不高大 狼群只要不放弃 多撞击百十来下 树干肯定蛇了 我 但凡想到这件事 他感觉浑身都疼 他没有被狼群啃食的记忆 但是他的身体 好像还记得那种滋味 支离忍不住走上前 坐在床边 伸手轻轻拍了下他的头 声音温和 别怕 我在这里守着你 没有什么狼群 咱们在金石城呢 城墙又厚又高 还有那么多修为高阶的兽兵守护着 夏明听着他的话 心渐渐缓过来 乖巧地躺下盖好薄被 侧头看向他 有些贪婪这一刻的宁静 这会儿的他 只能看到他 而不像是白天般 忙活的都没时间陪着他 支离 你不害怕吗 你还记得之前的事吗 时隔二十年 你会不会觉得不适应啊 夏明想起思朔的话 开始跟他谈心 支离重重地点头 那可不 你可能还没那么深的感触 我呀 家里的宅宅还巴掌大呢 一转眼都有了雌性和宅宅 我阿父都没当明白呢 就成了阿爷 听着他的话 夏明忍不住笑起来 托你的福 我也成了阿奶啊 支离挠挠头 也跟着笑 灯光下的小雌性眉眼弯弯 眸子里的笑意细碎着亮光 像极了夜空星辰 那么闪烁动人 而他的肌肤 更显得光洁柔和 整个人在他面前娇软一团 真好啊 亿万和小明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他笑着由衷地说着 夏明的手紧握着背脚 支离 你呢 你 你就对自己未来没什么想法 支离愣了下 有些茫然地摇摇头 我刚重生回来 对二十年后的现在 还不怎么了解 大约是先锻炼下吧 我才六级异能 谁都护不住 在家里就我等级最低 我先参加这次的擂台赛 能通过最好 不能也要去附近的林子里 猎杀野兽 我死而复生 是逆天的幸运了 不能指望下一次 还可以死里逃生 实力才是我的底牌 嗯 等我等级提升些 就到处走走看看吧 上辈子 我只生活在鲁尼部落 还没看看南大陆 其他的地方 和其他大陆呢 听着他的话 夏明的心一点点变凉 随后 他又忍不住 为支离感到高兴 能够出去走走看看 挺不错的 但是支离 不管你去了哪里 记得一定要回来呀 咱们南大陆 永远是你的根 这样对未来充满无限希望 和自意的他 才是他心目中的少年 支离好笑地看他 我怎么感觉 你比我还激动 这才哪到哪 不定几年后呢 行了 现在不害怕了吧 快点睡吧 睡眠充足 小明儿的身体 才会更加健康 夏明别别嘴 不想睡 就想跟支离一起说说话 你跟亿万 都是我生命里 最最最重要的人 支离的呼吸一蹴 看着他 对自己十足的信任和依赖 他不敢直视 更加痛恨自己内心的肮脏 他背过身 依靠着石床坐下 行 我不走 就坐在这里陪你行吧 夏明满意地摁摁着 支离 嗯 我在 支离应声 你想过 以后要找什么样的雌性吗 夏明问道 支离毛子微垂 好看 乖巧 善良 懂事的吧 夏明忍不住挨个子 往自己身上套 刚要开玩笑试探 询问自己算不算 就听到他略微沮丧地说 可惜 我身上没有受印 不能献给小雌性 足够的忠诚和守护 估计很少有人能要我吧 他愣了下 低头一只手放到胸口处 这里有亿万的受印 可是亿万说过 他跟平梅解除受印了呀 或许他是重生的 所以规则变了 夏明抿着唇坐起来 看着支离应挺的侧脸 还没动作呢 心线扑通扑通跳得很快 似是要从胸腔里跳出来 可他还是一咬牙 上前抱住他的脖子 买手进去 支离 其他此行要不要我不知道 我要你 支离紧握着拳头 浑身的感官 似是被放大了十倍 脖梗间温热的呼吸 让他最后的理智 快要维持不住了 暗雅艰难地说 小明 你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年轻漂亮 身边只有一万一个寿夫 往后好日子长着呢 没必要 支离 你当真 对我没有一点感觉吗 我不想你跟着其他此行受罪 我想你一直陪我和亿万 我特别想念这一天 以前有平梅在 我只能眼巴巴 看着你为他忙前忙后 现在没有平梅 我们又经历了生死 为什么不可以在一起 第474章 他不心疼 我心疼 话已经说出来 夏明便不再藏着之前的心思 开始蹭着支离的脖梗 诉说着 往日见不得光的念头 支离 你曾经是咱们鲁尼部落的勇士 部落里的雌性们 谁不想成为你的伴侣 我也希望啊 但是我知道 你以后要追随平梅 我没有这个福气 那时候我拼命克制 这样乐曲的念头 渐渐地 我将自己欺骗了 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让你 当我哥哥的 支离 我就勇敢这一次 你要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以后遇上更喜欢的雌性 那你就推开我 夏明到最后 都心急地带了哭腔 刚说话 接着便反悔道 支离 不要推开我好不好 我喜欢你 特别喜欢的那种 我那时候 除了等亿万 也在等你来寻我 受审都给了我们重生的机会 你与平梅没有关系了 我们截旅好不好 支离微扬着脖子 小明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知道 夏明倾恳着他 支离我要你 你也要我好不好 亿万 支离的理智抽离的前一刻 迟疑地问 在我重生之前 亿万说过很多次 很惋惜 没有跟你当结旅兄弟的 有了他这句话 支离再也说不住 转身将他按回石床 眼睛微微泛红 小明 你不后悔 夏明眼尾泛着红韵 抬头亲了他一口 眸子闪亮 不 支离 我想一直陪着你 平梅不心疼你 我心疼 支离恶狠狠地堵住他 那骨子可盼持了许多年 如今一点燃 熊熊烈火将俩人彻底掩埋 次日 支离仗红着脸 在整院子小辈面前 一趟趟端水端饭地 伺候着夏明 他眸子是前所未有的明亮和满足 他的兽印 竟然转移到了夏明的锁骨处 他所有的欢喜和执着 有了安放处 等他将夏明伺候得起身 这才继续学习厨艺 只是这次 他不再像是昨天似的专心置之 而是时不时撇向夏明 俩人对视着 就傻笑一起 支乐都没眼看 他塞给支离一瓶洗水乏卖单 支离是重生了 准确来说 他是从死亡前 穿过了二十年岁月 来到了这里 之前他跟随平梅的时候 有人嫉恨他天赋卓绝 就让平梅时常问支离所要金石 并由他补位 金石不管级别高低 对人体的损害很大 就像是一层层浑浊的灵气 由雄性过滤后 用精纯的灵气滋养雌性 那么多金石杂志毒素残留 本该是全家雄性共同分担的 却都压在了支离一个人身上 使得他的天赋已经不显 进阶困难了 这是许多家庭 被杰吕兄弟排挤 不受雌性重视的雄性 才会被这么对待 阿富 这是洗水乏卖单 支乐轻笑着 将丹药的好处给说了一遍 支离不敢置信地看着手里的玉瓶 顿时觉得千斤重 从来都是他护着别人 为别人挣得资源 如今他也成为被护着 能够享用好资源的了 看着阿富一脸没见识 没人疼的小白菜模样 支乐笑笑 阿富 您是我们的阿富 如今有了雌性 总不能被其他雄性比下去吧 我们是您的娘家 自然是希望您能好好的 这是清晨福 您服用了洗水乏卖单后 就啃一口这个 支离笑着点头 也没客气 看了眼下明 见他没啥事 就回乌吞式丹药了 丹药里蓬勃的灵力 就像是带钩子的刷子 细细密密地疏拢着 他的身体各处 微氧里带着酸麻 他闷哼着忍受 等全身不知道 被冲刷多少遍 跟炼制宝剑般 被反复地放入火上烘烤 被铁锤锤打 身体里的毒素与杂质 被清理干净 他的积累 以及丹药灵力充沛双重作用 支离当场修为 就冲到了八级 不等他洗上煤烧 就被自己身上厚重泥壳 熏得差点没翻白眼晕过去 他赶忙拿出清晨服啃了一口 一阵清风拂过 身上的尼壳 便从他身上剥落碎成鸡粉 连带着腥臭味 一起被卷出 窗户飞上天 他身上只剩下淡淡的青草青香 支离赶忙走出屋子 走到夏明跟前歪了歪脖子 将自己的授纹展示给他看 小明 我现在是八级巅峰的修为 应该有把握 通过这次擂台赛的筛选 拿到秘境历练的名额 他略微激动地说道 夏明笑着伸手碰触了下 指尖有些微的苏玛 跟着高兴地说 支离 黄色两条瘦纹 真是八级 支离将他搂入怀里 轻笑道 以后我会更加努力的 让咱们的小明更有安全感 现在我学会了制作肉斧 咸肉 熏肉和肉肠 等我到秘境历练的时候 多储存肉和皮毛 今年雨季和寒季 咱们肯定能过得不错 夏明也想起来 他们小时候的艰难 拳头大小的肉 恨不能当磨牙棒 饿了磨点粉掺点血水 漫长的雨季和寒季过去 基本上他们都饿得皮包骨头了 嗯 我要吃长牙猪肉 吃野鸭肉 紧头鸡肉 要吃蛋 要喝奶 不过两天时间 夏明跟着四搜一家吃饭 伙食水瓶拔高一大截 长了不少见识 好好好 到了雨季和寒季 咱们就舒舒服服 在家里吃喝玩乐 支离笑着点头 真有一种将它宠溺上天的感觉 怎么看它都不够 这种氛围没维持多久 就被门外不速之客打断了 开门 砰砰的敲击声极响 一听就是来者不善 那喊门的雄性 粗声粗气道 门没叫开呢 一条巷子里有不少的兽人探头 或者爬墙瞧热闹 这似是让那兽人得到了鼓励 喊叫得更大声了 怎么 一万走了 你们就在里面当缩头乌龟了吗 供游站起身去开门 门刚打开 门外气势汹汹的兽人们 就想要冲进来 但是供游暴凶站在门中间 身上释放的威压 连十一二级兽人都感觉有些胆战 竟是迈不动步子 怎么回事 走啊 第一排的兽人动弹不得 后面的兽人不解 都想要挤进去 你推我两地 供游勾着唇一个侧身 前排被推倒 第二排的兽人们也没站稳 跟着摔倒在地 后面看不见前面的场景 只埋头往前冲 哎呦 摔倒声不断 第四百七十五章 不用太谢我 哎呦 灯门拜访拿着重礼就行 没必要行这么大礼 萧承乐呵呵地拉着思朔 站在他们跟前 硬是受了他们结结实实的跪拜礼 众人是啃了一嘴泥 气得眼睛瞪圆 红着脸从地上爬起来 然而他们还没站稳的 不知道从哪里来得刚风一闪 众人又是没有防备的 齐刷刷栽倒在地 普通磕了个头 思朔余光看到虚斥从屋子里出来了 真是静默者黑呢 萧承哈哈笑着抬手 大家别客气啊 怎么跪一次还不够 又来一次呢 你们金师成的人 真是太热情了 闹得我们怪不好意思的 思朔抿着唇 掐着他腰间的肉笑 萧承疼的嘶哈 握住他的手 忧愿地看着 姐姐疼 思朔知道 伤在你身 疼在我心 身体疼了 我就能忍住笑了 萧承含笑无奈地将他的手拿开 轻挠着他的手心 思朔瞪大眼睛看他 萧承 你不能挠 好痒 我要忍不住了 这玩意儿特别知道他 又多怕痒 也就坚持了五秒钟 思朔哇哈哈 抓着萧承的胳膊笑出来 他一边笑 一边对陷入愤怒 沉默的众人摆手 对不起啊 我 我不是有意要笑的 哈哈 我控制不住 你们别管我 哈哈 萧承你放开我 还是阴江看不过去 将小慈性给揽入怀里 轻抚着他的后背 低声道 说 咱不跟他玩 思朔重重地点头 冲萧承皱皱鼻子 埋头在阴江怀里蹭了蹭 萧承鼓鼓塞帮 见那群人又起来了 手微动 便有无数的金属珠子飞出 快准狠地敲击在 他们双膝盖下方的膝垫 众人就看到这群人 双腿起起弹跳起来 身子后 痒重重摔下 各位登门拜访 不会是表演花式 磕头拜礼吧 前面磕了后面磕 还真是讲究 萧承懒洋洋地问道 在这群人中的道远 气得胡子都颤抖不已 他从地上爬起来 身上的黑袍沾染了灰尘 哪里还有刚才的气势 好啊 很好 你们不就仗着 有一万撑腰 所以在这里为所欲为吗 道远紧握着权杖 冷笑着 可你们觉得 一万有命出去 还有命回来吗 他这句话 让围观的众人到出口气 夏明愣了下 面色惨白地问道 你 你什么意思 道远笑着拍拍身上的土 淡淡地说道 这大祭司 可不是谁都能当的 哪怕我没有大祭司 跟受神沟通的能力 但是我一样 可以将整个金石城 都掌控在手里 一万这个大祭司死了 受神还会指认心的 不管他只派谁 都会被我咔嚓了 我想 受神也不想让自己的 威严扫地吧 他没得选择 只能选我 不可能 支离怒声道 受神怎么可能 被你一个弱者拿捏 怎么不可能 道远吃笑声 受神不能贸然插手 受人的事情 他只能眼睁睁 看着我图了他 选定的神式 除非他想 整个南大陆 都被我图个干净 否则 他只能继续选择 我为大祭司 好大言不惭 思朔都被他的话震惊到 更何况 我当大祭司的时候 没少跟周围部落 和寿城打点来往 只有我作为金石城的大祭司 他们才能不断获益 自然他们愿意跟我合作 不会希望亿万取代我 所以呀 亿万还傻傻地去劝人家 送金兽人 参加秘境历练 只怕是羊入虎口 有去无回了 他回不来了 又没有新的大祭司 你们说 整个金石寿城归谁管呢 凭借辛巴吗 哈哈 他就是个耸淡 向来对我敢怒不敢言 说到这里 道远浑浊的目光 在思朔和夏明身上徘徊 放心 如果你们乖乖听话 可没我所用 我也不是那蛮很不讲理的人 愿意留你们和崽子们一条活路的 支离将夏明挡在身后 紧握着拳头 随时都有可能跳起来打人 支乐按着他的肩膀 扯着唇角 阿富 这点小事不需要你出手 说着他冲上前 手心凝聚的雷电 将众人给垫抹了 再次软倒在地 我也不想动手的 可是你们都叫嚣到我们家里来了 要是不给你们点教训 往后谁都能上来踩踏我们一脚的 放心 我只是帮你们活动下肌肉 休息个三五天就好了 说得怪轻巧 他们都是靠狩猎养家糊口的 休息三五天 那就是要饿好几天 丧失战斗力的雄性 哪怕是暂时的 也会遭受人白眼和排挤的 更甚至之前 他们欺辱过的人家 会反过来 趁机有仇报仇 有怨抱怨 这群兽人们面上 这才露出惊恐 不仅为自己现在浑身无力 毫无战力 更为他们竟然连他一招都抵抗不住 躺在董行的道远 突然哈哈笑起来 你们觉得 现在打的是我本人吗 随着他的话 道远的模样在变动着 这不过是我的一个提身 你们废了他 还有无数个我 只要有我在 你们的敌人 就是大半个南大陆 这次你们惹恼我了 等我将你们捉到 雄性削了棍 跟雌性一起送到雌洞里 供大家火乐呵 哈哈 敌人在岸的感觉 是不是特别刺激 恨我 却打不到我 相信用不了多久 你们就收到一万的死讯 记得不用太感谢我哟 毕竟啊 我可是交代过 让他一定要尝尝 包皮踢骨挑筋的痛楚 不到最后一刻 都咽不了气 哈哈 最后那个兽人 恢复成原来的模样 呆傻的流着口水 傻乐呵 所有人都因为这件事 心里发毛 到底怎么回事 他不是道远吗 怎么变成了卷脚羊 兽人无奇 完了 这次一万肯定回不来了 哎 咱们金石成又要被道远 给掌控住 他只会变本加厉 似是刚飘走散去的乌云 重新汇聚起来 众人心里沉甸甸的 哪里还有刚才看热闹的好心情 夏明紧紧抓着支离的胳膊 带着哭腔道 支离 一万哥会没事的对吧 他是受神选定的大祭司 还带了不少高级护卫 肯定能平安归来的 对不对 第476章 瞒天过海 但凡他想到 一万会遭受道远所说的包皮 踢骨 挑筋 心像是被人狠狠攥紧 疼得浑身站立 支离抱住他 毛子里也带着不安 却坚定地说 一万走难闯北惯了 他有受神的庇护 肯定会逢凶化急的 更何况还有纪良和维策跟着呢 至少 他们自保没问题 司朔也担心 赶忙回屋给纪良和维策写纸条 将今天的事情给说了 几乎纸条传过去没一分钟呢 企良便传送了过来 轻笑着将司朔揽入怀里蹭了蹭 小朔说 我们没事 寻我们麻烦的人 反被我们给毁了修为 相信道远暗示 谁与我们过不去 谁便要反过来怨恨他了 这就是以卵机时的蠢事 谁也不想被人当傻子耍吧 司朔这才放下心 认真的说道 这个道远 就是个自私自利 他目全是的雄性 丝毫不顾南大陆受人的安危 而跟他关系不错的受人 他也是一个类型的 为了拿捏亿万阿富 根本不顾管辖内受人的死活 参加历练 不仅能让受人势力增强 获得额外的物资 也能减少受潮后带来的野兽数量 这样的好事是 打着灯笼都难找的 谁不积极参加呀 企良轻抚着他的后背 点点头赞同 那可不 所以呀 我们这次并没有直接入城碰壁 而是寻人在那些部落 或寿城里散播消息 说金诗城举办了擂台赛 还挨个部落和寿城的通知 擂台上一共决胜出数千位勇士 获得寿审组办的秘境历练 机会多多 思朔抿着唇笑 那些部落和寿城里的雄性们 肯定会激动的左等右等 等他们着急心慌的时候 你们再继续派人说 传讯的寿人被某些首领 长老或大祭司们给撵回去了 这样 那些跟道远交好的寿人 抵抗不住大家伙的压力 不得不带队前来参赛 你们只要推波助澜 根本不需要出面 苦心婆妈劝人 反而让人求着来参加比赛 季良笑着刮了下他的鼻梁 小说说真聪明 就是这样的 道远的基础是 这些拥有话语权的寿人 而咱们则是整个寿民们 水能在舟亦能复舟 我懂 思朔连连点头 季良不能离开太长时间 只能恋恋不舍地蹭蹭 他又传送了回去 知乐将计划跟知离和夏明提了下 一万阿富他们根本不露面 所以他们不会有危险的 道远大势已去 现在的他不过是秋后的蚂蚱 蹦跌不了几下了 原本我们还打算 对他来个眼不见心不烦 既然他不甘心地冒出来蹦跌 那咱们也不好不回敬一下吧 小乐 怎么回敬啊 夏明觉得这种感觉很稀奇 自己死而复生 跟最喜欢的两个雄性结履了 还有个根支离差不多大的儿子 以及一堆的孙 喜当阿妈的速度 谁能敢超他 我们都找不到这个道远吧 他到底是什么异能 又或者有什么秘法 他能随便让人画成他的模样 由着他操控 支离也好奇 相隔二十年 他怎么都感觉自己 跟这个世界脱鬼了 他有秘法 咱们也有应对策略 阿富阿母你们就别管了 支乐笑着说道 整个院子 都是道远之前居住的地方 要想寻找他的气息 很容易 十四在院子里里歪歪 秀了一遍 寻到了一块道远身上 刮下来的毛发 他扭头看向阿富 萧承笑着 化成三尾蓝弧 驮着思朔 头顶俩仔仔 一起隐身消失在原地 十四将萧承的耳朵 当方向盘 指挥着阿富奔跑的方向 他们顺着气味 竟是寻到院子里 好几个地方 有数百年粗壮的树洞 主卧的石床 西乡房的衣柜 和东乡房的灶台 没想到 这个院子地下有隧道 而他们很有可能 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被旁人监视着 思朔身上的毛发 都有些炸起来 他太不喜欢被人监视着了 想想都渗得慌 萧承威冷着脸 家裹着小雌兴和仔仔门 变成了松鼠 钻入一个地道 继续追踪道远的气息 地下隧道四通八达 城内许多重要的地方 这里都能够连接 更是有通往城外的通道 道远怕是没少利用 这些隧道做坏事吧 不过十四指挥着 萧承到了一个 特别热闹的地方 他们刚从破了口的框子里 爬出来 就看到石床上 扭在一起的身影 萧承赶忙转身 将一大俩小护住 思朔抿着唇 无声笑笑 给围侧写了张纸条 于是 十四和阿黎就被召唤离开了 思朔保住萧承的脖子 极为小声道 好了 别紧张了 宰宰们被围侧给喊走了 剩下的话 就被萧承给吞了 思朔掐了下他腰间的肉 而萧承更激动了 恨不能将他融入怀里 撕磨了好一会儿 他才紧紧抱着他平息 屋子里的另外俩人 这会儿也到了尾声 道远 什么时候咱们不用偷偷摸摸的呀 此姓略微气喘不满地问道 乖乖 我也想啊 但是你是我的底牌 如果别人知道你和我的关系 那我可就没有死而复生的机会了 亏得我多了个心眼 不然之前被绑走暗地里烧死的就是我了 道远得意地笑道 他们永远不知道哪个是我的真身 哈哈 我是杀不死的 亿万这次真回不来了吗 没有了亿万 辛巴还不是由着我们拿捏 我看到时候 擂台上也不用举办了 直接谁给我们送好东西 就给谁名额 当然了 咱们的人全都去历练提升修为 看看到时候谁还能叫嚣 道远拍了拍他脑袋 对 亿万肯定回不来了 他断了许多人的财路 多的是兽人想要他的命 至于他旁边的那些守卫们 在药粉面前又算得了什么 说得好像亿万那群人 已经到兽神那报到了 慈性笑着夸赞 道远你可真厉害 轻飘飘几句话 就将局势给搅混了 神不知鬼不觉的 又都受你的掌控 道远点头 兽神答应不设秘境 让兽人们历练 只要我们操作得当 就能瞒天过海 让兽神为我们练兽兵 第477章 原来他喜欢这一口啊 丝朔虽然也觉得 兽神是个摆设 憨憨地死守着 传承里的规则 如今道远竟然用这些规则 牵制着兽神为他所用 这就很过分了 他拽着肖成 这玩意儿主意多 得让他好好想想 怎么让这对 自私自利的兽人 多吃点苦头 肖成笑着抱着他 亲了他一口 道远和那慈性 又撕磨了一会儿 慈性才恋恋不舍地 穿戴好衣服 低着头 跟随门口的侍卫离开了 而道远却躺在床上 头枕着胳膊 嘶哈地小声嘟囔着 还别说 那天在广场上人多混乱 我还没注意到 亿万儿子的慈性 那么漂亮娇软 生起气来跟小火苗一样 烫得人心痒 而且亿万的慈性 也清秀可人 不如我这两天 就附身在他们 其中的一位兽妇身上 嘖嘖 但凡他们尝过我的厉害 就会跟婴兰一样 对我念念不忘了 总有福气的时候 这话听得肖成直冒火 要不是他们 还想深挖下东西 现在他都想 将人钉到墙壁上 垂成肉饼 不过没多久 有个雄性走了进来 俩人抱一起就啃起来 将肖成和思硕 看得愣了半天 才闭上眼 隔绝辣眼睛的一幕 这道远真是雌雄不济呀 这俩人折腾好久 那雄性离开前 不为给道远一颗 实际精石 还能这样操作呀 不想努力修炼 还要增加修为 道远宁愿躺着营业 思硕都不知道 说他什么好了 偏偏他还有野心 想要将整个金石城 都把控住 这个地方氛围不好 肖成美感 带着思硕待太久 重新回到隧道的时候 他见道远还累得贪软呢 便给围策写了封信 于是乎 道远上一秒还回味呢 下一秒就已经躺在 隔壁寿城广场台子上 大家伙正在跟城主和长老们 询问前往金石城 参加擂台赛的事情 被突然出现的道远 给吓了一跳 接着众人看着他身上的痕迹 瞧热闹的眼里 都流露出意味深长的笑 原来道远大祭司喜欢这一口啊 难怪他身边没有弃主 来来回回的此性 是在给他打掩护吧 不知道谁喊了句 这就是道远大祭司 就是他指示咱们的城主和长老们 瞒着我们消息 不让我们参加擂台赛 只为了逼迫亿万大祭司让位 他太自私自利了 能够历练是好事 别人强都强不来的 就咱们用自己不去威胁人 傻子才干这是吧 人家可能巴不得咱们不去呢 道远羞愤不已 他的兽皮被留在瓷洞里 如今他就是变身成兽形 也是光秃秃的 可这会儿城主和长老们 在兽民跟前 哪里敢表现出跟他关系好 一个个避他如蛇蝎 就让他直挺挺躺在地上 道远无奈地用双手 遮盖住重点部位爬起来 背对着大家 逃到城主身后 就这么几步路 就有人往他后面肉多的地方 扔着碎石头 锋利的石头 划伤他的肌肤 血流如注地留下来 跟一些慈性每月来的亲戚似的 更没有点雄心气概了 众人都哄堂大笑 多多少少有点解气 想必这样的道远 不值得城主和长老们继续合作 这件事也算是接过去 剩下的便是城主带着那些勇士们 前往金师城参赛 不过 有人却气不过 道远就是故意使坏的 咱们不能轻易饶过他 既然他不喜欢穿皮毛 那就这样绑着在广场上展示三天吧 对 又没有用火烧他 已经算是仁慈了 我记得他之前最爱让人用烟熏蒸人的 将人像是熏肉似的 给活生生烤成肉干 再为那人的亲人吃下去 这么带毒啊 他怎么配当大祭司的 道远听了赶忙急色道 你们 肯定是有人在装神弄鬼 我告诉你们 你们最好将我给恭恭敬敬地送回去 否则 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哈哈 他在威胁我们大家伙吗 我觉得 咱们更不该让他好过 不然等他翻过身来 岂不是要真让我们偿命 咱们是那么傻傻放虎归山的人吗 才不是呢 所以 咱们也用烟熏 他的三天 人活着就是受神怜悯 咱们最敬重受神了 肯定会放他一条生路的 大家伙你一言我一句的 将对道远的惩罚给商议下来 道远这才知道害怕 不行 你们不能这么对我的 我 我给你们精识 只要你们放了我 大家伙别听他的话 这就是狼心狗肺的玩意儿 嘴里面一句实话 心里不知道怎么捉摸着 怎么对我们呢 只怕我们有精识转 却没有命花 道远又气又急 这是谁啊 难不成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成精了 他是这么想的 不是这样的 我肯定是对你们感恩戴德 只想着报恩 这会儿他泪涕横流了 他知道 这些人是绝对敢说敢做的 一群认死里 浑身蛮力的牛兽人 压根听不得劝 大家别听他 这只花老鼠的花言巧语 堵上嘴巴 省得咱们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于是胡道远被堵了嘴巴 困住手脚掉在广场中央 下面是小伙 慢慢灼烧着潮湿的柴火 浓重的烟熏呛的 他紧闭着眼睛 都不敢深呼吸 几乎全程的兽人 都来这里取火把 回去烤肉做饭 顺便塞一根潮湿的木头 继续灼烧 道远一脸的悔意 前一刻他洋洋得意呢 没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 早知道如此 在他被兽神 剥夺了神事资格后 他就该远远离开这里的 别说三天了 就是半天 他浑身的汗就没停下来过 整个人嘴唇起皮 咳得挠心挠肺的 整个人都一时模糊了 虽然说道远 现在不是大祭司了 可他到底是金石城的人 城主和长老们怕被嫉恨 还是派人将他放下来 捆着手脚 一同前往金石城 道远这会儿紧闭着眼睛 除了喝了一汽水 呃狠狠地吃了个鸡腿 一个字都没说 微垂着眸子 似是老是自闭了 实际上在想着 怎么让这群人有来无回 第478章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城主辛巴早就收到消息 亲自带人来迎接 角牛城的客人们 他似是没有看到到远班 笑着亲切地迎接角牛城主 我们早就盼着你们来了 角牛兽人战斗力强悍勇猛 绝对能成为咱们这次 秘境历练的主力军 缺谁也不能缺你们呢 刚才我还跟长老们商量 是不是你们有什么事情耽误了 要再派人请一番呢 角牛城主脸色闪过某羞愧 笑道 是我们族人各个实力都不错 不知道带哪些小辈过来 所以耽搁了时间 不过现在我们来也不晚吧 不晚 不晚 辛巴连连点头 这才侧头看向道远 这是 角牛城主叹口气 这位兽人精神上可能有点问题 在我们广场上凭空而现 身上皮毛都没有 他肯定是跟前祭司道远大人长得像 那可是 曾经领导一个寿城的人物 怎么能做这么不雅的事情 我们就稍微用了点手段 可他就咬死了抹黑钱祭司 没办法 他到底是你们金师成的人 我们不能将他怎么样 只能送回来了 辛巴苦笑着摇头 对着角牛城主低语 但是兽人们耳聪不明 都竖着耳朵听着呢 实不相瞒 其实 其实前大祭司道远 得罪过太多的人了 在他被兽神罢免神士职位后 就有人 趁着我们兽兵守卫疏乎 将他拉走给烧死了 只是这个消息 我们一直没有对外公布 就是觉得他好歹也是 金师成之前的大祭司 不该死得这么憋屈 只谎称关禁闭呢 所以 他绝对不可能是道远 道远原本还生出希望来 刚才他明明看到 辛巴是认出他来了 辛巴就是个损货 什么责任都不敢揽上身 哪怕他跟辛巴的雌性英兰 滚坐一处被撞见的时候 辛巴还帮着打掩护关门呢 可现在辛巴这话 是什么意思 他不信辛巴不知道英兰的异能 当初被烧死的人 看似是他 实际上是一个长脸猴瘦人 脚牛城主惊奇地问 怎么可能 这世上除了铜窝兄弟 哪里有长得这么像的兽人 而且据我所知 这花鼠兽人比较独霸 在窝里的时候就喜欢欺负弱小 趁着阿富阿姆在外面 能将兽弱的给咬死 很少有铜窝兄弟的 辛巴摇摇头 这我就不知道了 只是 怕是他知道道远死了 而我们在遮掩这个消息 他想要取而代之吧 他的心性这么狠辣 恐怕是第二场灾难 更何况 你们对他 谁都知道 花鼠兽人多记仇 心眼小 但凡得罪他们的人 不时被百倍地报复过来 这个坎根本过不去 深知兽事规则的脚牛城主 哪里敢多想 跟旁边的兽人使个眼色 对方立马会议过来 两个兽人当场就将道远给拖走了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是什么感觉 道远总算知道了 会叫的狗不会咬人 而辛巴这只不会叫的 就等了一招要他的命呢 他没想到 自己逃过一次被焚烧 第二次却怎么都逃不掉了 而他除了呜呜绝望地哀好 再也发不出一点求救的声音 已经是城外了 想起来自己之前的威风 他根本想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死得 如此莫名其妙 亲眼看着他被稍微灰烬 隐身地为策 这才传回思说的跟前 将这件事给说了 道远活着始终是个祸害 更何况 他竟然敢惦记你和夏明阿姆 他也算是坏事做紧了 否则没人会对他下死手 只是他略微一顿 神色冷沉 英兰的异能有些诡异 我们得多做提防 能被道远所用的英兰 哪怕道远死了 他也不见得会安分 他们多加注意 总是没错的 思说郑重的点头 放心吧 之前我们不知道他的异能 如今知道他们出门 都是带着萧城存储反弹的服录 绝对不会让人有可乘之机的 只要他们出手 那受伤害的就是他们了 更何况 想要针对他们一家的是道远 幸好他还没有跟英兰通气 想必英兰暂时不会跟他们一家对上 没有道远作梗 南大陆其他部落和寿城里的勇士们 陆陆续续抵达金师城 参加擂台比赛 一时间金师城格外热闹 大家伙都嗅到了商机 纷纷将城内横纵两条道给占满 但凡家里能够卖的 他们都给摆上了 夏明也坐不住 便兴奋地跟芝梨商量着卖点肉腐 他们从别的瘦人内购买新鲜的野兽肉 做成肉腐卖出去 加工过后的肉腐 味道多样鲜美好吃 又便于储存和携带 价格能翻两倍 又能买入三倍的肉铺 芝梨 你做的肉铺特别好吃 肯定有很多人愿意买 咱们上午卖肉腐 中午卖肉 回家继续做 第二天再卖 擂台赛要进行很久的 咱们说不定光是靠着卖肉腐 就能将语记和寒记所需的口粮 给撞回来呢 芝梨也点头 笑着硬好 心里琢磨着自己要更加勤奋 在亿万回来 和新的家庭成员加入前 自己得照顾好小慈性 也得多多储量 思硕拉着芝乐 跟他摇耳朵 芝乐 虽然说在南大陆 八级兽人很轻松通过擂台赛 获得秘境历练的机会 擂台赛只是个门槛 要想在秘境中活下来 必须要多历练下 临着魔刀不快也光了 阿富和阿姆他们 芝乐笑着接话道 他们本末倒置了对不对 阿富和阿姆实际上 年纪跟我们相差不多 没有经历过大事 在部落里生活的规规矩矩 没有人教授他们 做事情的先后主次 他想了想继续说 那猫仔在家里跟阿姆一起作伴 我去街上替阿富售卖肉铺 让支站给阿富培训 休息的时候 我们一起制作肉服 正好他也想知道 支气和支站 真的只是他的分身吗 兽人们不是没有分身异能的 只是他们的分化程度 没有他的高 至少不像是自己的班 拥有各自的名字 性格 甚至喜好战力都不同 对于这一点 阿富或许能够给他答案 思硕抿着唇笑 直了 你还说他们做事不对 你只帮他们售卖肉服吗 帮人帮到底 咱们得玩点花样呀 来个肉服果服 对对碰如何 说的他想参与进去 第479章 加一加一大于三 直了直到自家小词性 鬼点子多 尤其是在赚钱上 那就是钱耙子 他好奇笑着问 怎么对对碰法 思硕抿着唇笑 我们可以制作一堆的 兽皮袋子 就八掌大小 里面放上肉服或者果干 在兽皮袋的背面 汤刻文字 就刻寿文理 从一到八这八个数字 看看顾客要玩肉服的 还是果干的 按照九宫格摆放 相同数字的对碰加一包 不管是竖着 横着还是斜着 只要是一个数字 就再加两包 其中还有些隐藏款 开出一包加一包 听着他的话 别说直乐了 就是在旁边 说耳朵的仔仔们 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阿姆 我要给直乐阿富帮忙 还有我 还有我 一个人太累了 我们一起帮忙 轮流着给顾客对对碰 小家伙们纷纷举手表示 好好好 那你们想想 隐藏款应该放什么呢 思硕笑着蹲下来 抱着仔仔们点头 肉斧和果干 就让你们阿富们忙去 我呢 负责将烫印后的兽皮复制好 小兽皮带 是能循环利用的 把开出来的肉斧 让它们自己带回去 而仔仔们负责装带 每个带子里装五片肉铺 或者八片果干 仔仔们按按着 毛子尽量地纷纷出主意道 阿姆 我们最近在学习绘制符录 已经小有所成 这样的符录能用 但是效果却有待提高 像是隐身符 只能用两分钟 还有冷却15分钟的时间限制 有些鸡肋 不如阿姆给我们配备的好 而我们在努力提升时 绘制了不少 正好用来当彩头 就十二分之一的概率好了 家里雄性们对仔仔们疼爱 要求也严苛 从它们半岁起 就已经参加各种项目的训练了 它们更是带着仔仔们 参加了西南森林的历练 相当于14个月的历练 仔仔们陆陆续续 已经觉醒了本体的异能 它们的异能 差不多都是继承了自家阿富的 私仔仔们则继承了阿姆的催生和智术 有了异能 它们就能一起学习领悟 如何绘制福禄了 不过它们年纪还是太小 哪怕天资聪颖 在这方面成长不会太快 思硕打了个响指 很可以呀 那咱们的摊位 岂不是要爆火了 知乐 你们可得多多准备肉腐和果干了 不行 只是靠咱们自己做 岂不是将时间都搭进去了 不如你寻些关系不错的 鲁尼部落的兽人们帮忙 咱们给他们加工费 阿富和阿姆 以后不会靠着卖肉腐和果干生活 所以这些方子传出去也没关系 咱们跟他们签订协议 只要他们帮忙严格按照方子 制作肉腐和果干 那等比赛结束后 这些方子就由他们自己随便用 如果他们违背协议 就罚他们哑嗓子两个月好了 知乐笑着硬下 转身就召唤出两个分身 一个去鲁尼部落所在地方 教授要好的朋友 制作肉腐和果干 一个去收取便宜的兽皮 另一个则教授支离打斗惊艳 支离看着三个儿子 一时间愣在了原地 脑海里却想着自己出位阿富的时候 照顾三个小家伙 看着他们睁眼 站稳走路 嬉笑打闹 那种满足 幸福 充斥着他的心 可等他出去再归来 三个宅宅只剩下一个 而小乐都当阿富了 小战 小气 小乐 支离慢慢地走上前 竟是挨个将他们喊了出来 阿富 你能分别出我们来 支站紧抿着唇半问道 我跟支气是支乐的分身 我们也不知道是真正存在的 由零根而分化出的 还是说我们只是支乐 潜意识想象出来的 听着他的问话 思索侧头看向旁边的支乐 伸手握住他 没想到大猫内心承受这么多 支乐轻笑着揽住他的肩膀 我没事 没有什么时候 我比现在更高兴了 支离含着泪 挨个摸过去 能啊 你们都在 都在 如果你们是小乐想象出来的 那么他不可能将你们想象得这么完整 连面对阿富时候的表情 紧张时的小动作 都能想出来呢 支站和支气毛子里含着震惊 下意识扭头去看思朔 那可怜巴巴的模样 让他心口揪腾下 他拉着支乐走过来 伸出娇窝的手 将支站和支气的手 依次放上去 自己的另一只手也放上 笑着说 支站 支气 支乐 不管你们是谁 都是我的寿夫 这一点是跑不了的 除非你们想要离开 不离开 支站直接打断他的话 目光灼灼地望着他 猫子 你是我们兄弟三人 一眼认定的小雌性 也是受神对我们的救赎 我们誓死追随 在你身边 我们三人这样的安排刚好 只要知道 我跟支气是存在的 一切都不重要 支气也郑重地承诺到 我们兄弟三为一体 是最好的安排了 也能更好地守护着 你跟仔仔们 就像是你说的 我们现在是 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 反倒是我们分开后 会产生诸多矛盾 也削弱了本身的力量 支乐握着丝朔的手 猫子 我们也是有私心的 可以获得三分你的关注 丝朔瞧着三个一模一样 高大俊美 矫健的雪豹兽人 小声说 放心啦 我会最最最疼你们的 萧承扬声弱弱地问道 姐姐 我有三条尾巴 能不能也获得你三分关注 等我十五级后 就四条尾巴了 还多一条命呢 丝朔扭头瞪他 这杀风景的狐狸 他正感性着呢 就给他踩了急刹车 见他扭头 萧承笑着尾巴冒出来摆动着 那灿烂的模样 还真让他不好开口说什么 在他身上 丝朔深切体会到 什么叫做伸手不打笑脸人 阴将低咳声 我有一对翅膀 虚斥跟着说 我也有 至于有什么 大家伙都知道 俩与其算不算 共有挑眉笑着问 伎梁不知道啥时候溜回来了 思思笑着 我也有俩 他有俩什么 思硕磨牙 拿出个符路 直接啃了口 一个变成了九个 琪琪将自己塞过去 还不忘传送到围侧身边一个 莫 一人一个不用分了 第四百八十章 一分为九的能耐 大家伙惊呆了 小慈兴能耐了 竟然干出来这件事 不过他们齐刷刷 看向知乐三兄弟 知乐低咳声 摸摸鼻子 猫咋让咱们 都将异能储存起来 你们都存储了 我也不能例外吧 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平时大家伙也用不太着 他这个异能 哪里想到小慈兴 这会想到了 一分为九 真能耐了 不过他们也不惯着他 直接一人抱一个回屋了 本来思硕就很敏感 如今被九个授服同时亲热 直接炸毛了 嗷嗷着要往外跑 一份的亲热 比较温热舒服 两份的叠加算上激动 三份那是战况太烈 四份 知乐计量虚斥 我错了 而且不仅感觉叠加 他是一人分是九个 跟人刚开始学琴 两手同弹一样 脑袋跟不上 嘴巴瓢 一阵乱喊 在这个时候 被喊错名字 雄姓们自然是不太乐意的 思硕又被好一阵折磨 听着每间屋子 发出一样的喊叫声 支离 夏明和仔仔们面面相去 果然有些玩笑不能开 好在雄姓们心疼他 闹了一会儿便放开他了 稀罕的啥也不说 啥也不做 就单纯地抱着腻歪 思硕哼哼唧唧的 只是八个分身 需要消耗的灵力太多 也就一刻钟 一个个地消散开 只剩下支气怀里的本体了 支气得意地挑眉 果然平日里 我疼雪包没疼错 思硕纳闷地看向他 跟雪包有什么关系 他分身消失了 自然不能理解 怀里小慈性 没了的那种郁闷 支气就感受到了两份呢 猫子你忘了吗 雪包能够看破 一切灵力构造的幻象 也就是说 他能分辨出 哪个是你的本体啊 思硕恍然 难怪自己一个分身 扑向支气的时候 他侧身避开 截胡扑向共游的他 他抿着唇 笑着又啃了口福禄 变化成两个 一起抱住他 那我奖励你一下 在隔壁两个屋子里的 支战和支乐嘶哈声 自家小慈性 太会折磨人了 被他解锁了分身异能 估计最近一段时间 家里的兄弟们 都要处于水深火热中了 支战在兄弟三个人中 打斗最为出色的 他跟支离在院子里 你来我往地比划着 支离的实力 是在平日捕猎 和朋友切磋中 获取的经验 而支乐他们经历了很多 还从中大路溜带一圈 实战 切磋 交流等等 让他们进步神速 如今 支战将所有心得和技巧 毫无保留的教授给阿富 往后 他们要跟小慈性走南闯北 不会一直留在阿富跟前尽孝 阿富实力提升 也让他们在外时 多一份安心 丝朔和夏明 就带着慈宰宰们 坐在屋檐下吃肉腐和果干 看着大小雄性们 贤惠地缝制着兽皮包 并且在后面烫制兽纹 萧成在这方面格外擅长 不管是兽皮的切割 缝制 他挥挥手 那金属刀和针 便能自己动弹起来 一人赶五六个人的速度 下午的太阳刚开始西沉 在外狩猎的兽人们归来 擂台上打斗一天的雄性们 也开始歇息 金属城的傍晚街道上 反而是一天里最为热闹的时候 之乐他们就在院外 也就是街头摆开摊位 被灵力喂养的大莲花 从原来只会发出尖叫声 渐渐能够模仿人说话 就像是鹦鹉似的 还能会简单地对话 如今他充当录音功能 唯妙唯俏 又机械地重复着 消成招揽人的声音 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肉腐果干对对碰 好玩好吃又实惠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三颗二级精石 能拆开两包 五颗拆开四包 肉腐一包五片 果干八条 瘦皮包后面硬烫的字 相同对碰 讲一包 九宫阁内相连三个 讲两包 更有各种战斗时 能救人一命的隐身符 急速符 定身符等作为隐藏奖励 萧承冠会带节奏 同样的话在他嘴里说出来 能让人品出不同的味道来 经过他一遍遍地灌输 大莲花张嘴闭嘴都是套词 压根停不下来 一时间不远处的兽人们 被吸引走过来 鲁尼部落的兽人们先过来暖场 顺便让大家伙看明白游戏规则 思绍他们 还准备了不少肉丁 果丁 让大家伙尝个味道 那肉腐或咸香或麻辣的味道 让人吃起来上头 而果丁酸甜可口 最大程度保留住果子的香味 还有嚼劲不会过于甜腻 吃起来完全停不下 光试试吃 就让大家伙想要冲一波了 而且每种规格有最低保底的数量 价格略微偏贵 但是大家运气不错 基本上成交价格 在大家伙能够接受的范围内 雄性们都是宠家里的雌性和仔仔们 自然不会吝啬了 多多少少要买个小规格 拿回家尝尝鲜 思绍带着仔仔们跟夏明 就坐在屋顶往下探头看热闹 虚斥和智战在左右手着 其他雄性都在下面帮忙呢 肉腐和果干对对碰 哪怕不参与其中 只是看着都很过瘾 但凡谁的兽皮带背后数字成对 连成线 又或者拆出隐藏奖励 大家伙高兴得比原主还厉害呢 看得久了 谁不想掏几块晶石 玩上一两把 尤其是隐藏奖励 让大家伙眼前一亮呢 福禄都是有权有势的兽人 才能有那么几张 虽然福禄的效果短暂 可在危急关头 绝对能救人一命 哪怕为了福禄 他们也要冲一波 瞧着晶石花花入账 夏明眼睛直发愣 什么时候赚钱这么容易了 思绍笑着跟他传授着生意经 阿母 我们会制作的吃食多着呢 这段时间 您和阿富 跟我们学习寿文 这样我们能给你们 留下不少美食秘方 什么制糖 酿酒 制作调味品 糖葫芦 各种面食 肉食等等 保管他们还没学会呢 咱们就赚得盆满钵满 可以继续卖其他的吃食了 夏明用力地点头 我肯定会好好学习的 不过呢 思绍笑着轻撞了他肩膀下 不过在那之前 阿母得多找几个厉害 品行好 会疼人的寿夫 大家一起努力 日子才会越过越好 夏明脸颊泛红 仍旧点头 我会的 第481章 到底得罪几个 思绍想起来 自己刚来那会 多年文明教育 和残酷的现实碰撞 在他脑海里 来回拉锯好久 他才做好了心理准备 在收拾大陆 这些事情特别顺其自然 就像是一天 吃三五顿饭一样的正常 这会儿 夏明也端起阿母的饭来 跟他说话 小说 听之乐说 你们以后可能去西南大陆 那可是比中大陆 还要高级的大陆 十五六级别的兽人 都很常见 我跟支离不劝 你们哪里都不去 年轻兽人嘛 多出去走走 瞧瞧市面也是好的 只是 你当那选择兽夫的时候 可得多挑挑 要各方面都优秀 也是我们的一点私心 希望之乐 他们得到善待 思绍听了好大一会儿 才明白过来 他能感受到 身边几位雄性的 沉默和紧张 雄性们从知人士起 就明白他们以后 不可能独享一个雌性 而是要有不少的 结旅兄弟 家庭是否和睦 不仅跟雌性端水能力有关 也与结旅兄弟们的品性 有很大的关系 如今家里的七位雄性 在长期的磨合 与对雌性的疼爱中 寻到了和谐的相处方式 但这不代表 再加入近来一两位 甚至三五位雄性 大家还能维持 眼下微妙的平衡 思绍捏了捏虚斥的脸颊 轻笑道 阿姆 我跟支乐他们说过了 不管以后 遇到什么样的兽人 我只要他们 不继续收受夫了 他们会努力护着我的 我相信他们 夏明嘴巴动了动 到底没有继续说 十集跟十五六集的差别太大了 思绍漂亮 天赋好 到了西南大陆 这些年轻的雄性们 哪里能护得住呢 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子要走 他只能拍拍思绍的手 笑着说 好 你们心里有数就行 咱们兽人的生命 对于兽氏大陆来说 太短暂了 我们争取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珍惜眼前人 以及把握当下 思绍点点头 脸上无奈 原本是说夏明的事 如今竟然绕到他身上了 肉斧和果干卖得很快 三个摊位上玩游戏的兽人 就没有断过 刚开始 大家伙只是抱着尝试的态度 到了后面 每个人都奔着最大规格来的 整整两个兽时 他们准备两三天的肉斧和果干 全卖完了 看着屋子里的三筐子晶石 夏明和支离都不敢置信 他们还没见过这么多晶石呢 支站笑着上前 将三筐子晶石 都倒在硕大的兽皮上 宰宰们扑上前 开始给晶石们 按照级别和颜色进行分类 阿富阿姆 我家磁宰宰们 最近都在学习净化晶石 正好这些晶石级别低 让他们拿着练手 我给你们兑换成高级的 思索摸着小家伙们的脑袋 磁宰宰们都随他 觉醒的是 偏向治疗的木系异能 在治愈异能中 有一种净化的分支 磁宰宰们尝试着净化晶石 将晶石里的杂质给剔除 夏明赶忙摆手 那不行 肉腐和果干 不管是配方 张洛大家帮忙制作 还是支起摊位售卖 都是你们一家子来的 你们阿富就搭了把手 如果是邻里的话 也就是管顿饭的事 我们哪里能厚着脸皮 收下这些晶石啊 支里也是宿木的点头 等你们阿母多寻几个兽夫 我就去林子里狩猎 猎取些高级晶石 也就有了 他们俩说什么都不要晶石 在他们眼中看来 四说一家宰宰这么多 负担太重了 更需要晶石购买吃食 度过雨季和寒季 思硕福娥 自己本意是替夏明和支里 赚取晶石的 却一颗都送不出去 支乐笑着揽住他的腰 低声道 猫仔别担心 等阿富拿到秘境历练名额 他有机会猎取不少野兽 从而获取晶石 肉和皮毛 现在咱们能帮衬着他们点 等夏明阿母再寻了新的兽夫 我们还能帮衬他们一家子吗 让阿富实力提升上来 才是关键 不过咱们能够教授 给他们赚钱的法子 等我们离开 他们也能这么操作 思硕摁摁着 毛子微转下 开始扒拉自己复刻的东西 往他跟支乐公共的空间里塞 几乎每样都是一时三分 支离和亿万都是支乐的阿富 而夏明是他们守护的雌性 什么储物界 各种福禄和丹药 支乐 你先将这些交给他们 告诉他们用法 凡事都小心点 这些可都是用精识 买不来的保命手段 他们好了 咱们牵挂少 看着小慈性忙的模样 支乐微叹口气 将人紧紧扣入怀里 猫子 真怕这是一场梦 美好的让他此生无憾了 谁能想到 之前他跌落深渊 还能有现在的生活 父亲死而复生 有心爱的慈性 和谐的节旅兄弟 和一群聪慧天资 卓绝的仔仔们 思硕笑着冲他的脖子 啃了一口 尖锐的疼让支乐血液 都有些沸腾 他轻笑道 其实 我更想用另一种方式 来深切证明 这一切都是真的 这么说着 他将人打横抱起 往石床那走去 只是 没等他走到 怀里的小慈性 化成了星星点点的灵气 消散在空气中 支乐 思硕 听到支乐在屋子里的吼声 在共有屋子里的思硕哆嗦下 共有好笑地抱住他 乖仔 所以说 人不可一心两用 同样的 你也不能同时分身 陪伴两个人 不然受罪的还是你 思硕连连点头 现在他明白了 人家支乐分身的时候 是留一位陪他 其他两位都忙正式呢 共有 我 我先去跟支乐承认错误 待会来陪你 思硕埋手在他景象间 清吼了一口 共有却掐着他的腰 将他挖出来 狠狠稳过去 不好 得罪两个和得罪一个 你选择吧 思硕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可等第二天他明白了 自己何止是得罪一个两个 是得罪了三个 他刚起来吃饭 就面对三个一模一样的雪豹寿夫 他们头一次无所事事 全部出现在他面前 神色清冷 一个眼神都不给他 他们分明无声地控诉他 昨晚只聊火不灭火的渣渣行为 第482章 那姐姐你喜欢我什么 思硕眸子微转 这道题他会的 他捏着储存分身异能的福禄 变换成三个 每个都挨着一个雪豹寿夫 抱着胳膊蹭啊蹭 原本就有点气得三个雄性 更是被他无赖行为给气笑了 支站挑眉 伸出手对着思硕的头揉着 平日里小慈性对发型格外看重 轻易不让他们碰触的 如今他眉眼弯弯 娇软仰头望着自己 由着他的手作怪 那湛蓝色的眸子 清澈灵动 犯着直白的欢喜和依恋 这样的小慈性 谁再舍得为难 将小慈性扣入怀里 他声音无奈染了思岸雅 猫子儿 下次不许再这样虚晃一枪 你不知道急杀的难受 思硕连连点头 赶紧保证到 以后非必要的时候 我绝对不使用分身异能 当然了 私底下面对你们其中一位的时候 可以变成两三个呀 好 支气可是品尝过 左拥右抱的感觉 则 他们根本拒绝不了 思硕却琢磨着 自己要将 楚灵符里所有的异能 都掌握好 只要符路内灵力足够 那他分身异能 就不容易被识破 拿着兽符们当是金石 这样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也能留下分身 迷惑对方 意外有任务在身 这会仍旧游走在 南大陆各个部落和兽城 估计还得几天才能回来 而支离最近 则跟着支战学习打斗技巧和修炼法子 擂台赛已经开启了几天 勇士们之间的斗争 也从强对落绝对性压倒 三五招解决对方 毫无观赏性 到现在擂台上对手之间旗鼓相当 让看客们激动得场场不落 获得秘境历练的法子很简单 每一位勇士 最多只能在擂台上比斗100场 需要拿到40场的胜利 这样的规定 能够有效地防止选手们之间作弊的行为 又可以督促大家有竞技精神 将擂台赛当成半个生死决斗场 为之后的历练热热身 每天思朔就拉着夏明 听萧城 供游和阴江轮流打探的消息 阿姆 今天咱们去广场上看热闹 这日思朔吃过饭 就寻上夏明笑着说 让雪包给你长长眼 看看有没有天赋不错的雄性 要长得好看 悠悠补充一句 有翅膀最好了 阿力跟着说 家里三的姐姐有飞行兽夫 他好羡慕呀 这话听得他几个阿富 眸子凉凉地看向思朔 后者感觉脖子凉丝丝的 埋头主打不吱声 萧城笑着 揽着思朔的肩膀 姐姐 我发现一件事 当初你对飞行兽夫很执着 好像我们兄弟几个 只有阴江和围策 是你主动收的 连带着仔仔们 都对飞行兽情有独钟啊 供游瞥了眼 还不会变身乌漆骂黑 被熊仔仔们当同养习养 仍旧喜欢走地机外形的 同养习明皇 难不成自家熊仔仔也是这个心思 思朔干笑 怎么会呢 我这人吧比较矜持 其实我对你们个个都意见钟情 就是爱在心口难开 瞧着小嘴推会说话 脸皮厚的张口就来 最爱这个 最爱那个 当着面翻车的情况不少 那姐姐 你喜欢我什么 萧城笑着顺着她的意思问 你有三个尾巴 思朔张口就来 萧城意味深长地点头 明白 姐姐知道我能力出众 思朔愣了下 突然想起来 在三尾蓝弧足 他们对尾巴很看重 尾巴的大小 形状 长短等等 是雌性择偶挑选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那不亚于雄新鲜裙子了 他脸爆红 这狗东西给他挖坑 他明知道他的特色 就是三条尾巴呀 而他又喜欢抓着玩的 思朔扭头不去看他 虚斥侧头认真地看着他 阿硕喜欢我什么 思朔笑着上前扯着他的脸颊 看着他无辜的眼神 搂住他的脖子 喜欢虚斥的所有啊 满心满眼都是我 虚斥抿着唇 眼里盛满笑意 紧紧回抱着他 他除了很小的时候 品尝过欢喜 绝望和伤心 之后只剩下活着的麻木 可自从遇到思朔 他缺席的那些欢喜满足 加倍地补了回来 他的一句话 能让他整个人 恨不能奉献所有 阿硕是我要守护的雌性 用命保护和相守的 你在哪 我的心就在哪里 供由微叹口气 其实乖仔不说我也知道 你都为我撞大墙了 肯定喜欢死我了 思朔咬着唇半笑 在追星的时候 哪个粉丝没有说过呢 可大家伙都当真了 倒是显得他不够真诚 他头微微用力 撞到他的胸膛 谢谢供由 为了我离开大海 供由感觉心酸胀了下 雄性们付出的多 可他们所求却不多 自己的付出 被小慈性看着眼里 就足够了 嗯 你知道就好 赵丽是傲娇的大鱼兽 因将眸子温和地看着 心里仍记得他们的初见 得偿所愿 他苦难的终点 思朔转头扑到他怀里 在他耳边笑道 我家猎笋最帅气 买手的时候 他都要哭了 为什么他每次得罪 就得罪一圈 要挨个哄呢 走 朔儿 我带你去擂台看看 说着 阴江化身成猎笋 驮着他飞上了天 宰宰们也着急忙慌地跟上 血驮着悠悠 园子变成了花蝴蝶 而团子 仗着是大舅哥 骑在金雕背上 雪霄带着雪珠 凤雨驮着小金 鲲子则驮着明晃 其他熊仔仔 只能跟着阿富一起 萧成竟是化成了 南大陆威猛的虎头海雕 扭头笑着对阿黎道 走 阿富带你过去 这次类台赛规模不小 肯定有不少仔仔 跟着凑热闹 长见识 咱们看看 有没有天赋不错的仔仔 给阿黎当同养夫 怎么样 阿黎欢呼一声 手脚并用地 爬到萧成背上 翠声道 要飞行兽 熊姓们胸口也被扎了下 怎么家里的雌仔仔 也被小雌性给带歪了 这是种族歧视 不是飞行兽怎么了 萧成咬咬牙 行 小金笑着说 阿黎 你喜欢什么样的飞行兽呀 我给你许一个 阿黎眸子精亮 歪着头想了会儿 摸了摸阿富的头 跟阿富一样的虎头海雕 威猛漂亮 第483章 我很好啃的 这话听得萧成心花怒放 他选择虎头海雕 就是因为这个 他深切明白 家里的小雌性和仔仔们 对于漂亮的人和事物 有多喜欢 虎头海雕威猛凶悍 是海上的霸主之一 更重要的是 相比较其他凶猛的飞行兽 它们的颜值高啊 翅膀和尾巴上 都有洁白如雪的羽毛 而且它们的眼睛红膜 强劲有力的爪子 和锋利静足的会 都是鲜亮的橘黄色 最让他满意的是 虎头海雕的鲑鱼 比其他海雕要多两根呢 小金笑着连连点头 那就让咱们的阿黎 寻个高大威猛 实力强悍 心地善良 忠诚果敢 智勇双全 飞行速度 英俊潇洒 懂得心疼人的 虎头海雕童养夫 那些词听得阿黎 也心花怒放 咯咯笑着已经期待自己 在半大海雕背上 吃成天际了 倒是飞不高 也飞不快的凤雨哼哼着 怎么听着自己 跟这么多词语都不搭边呢 人家颜值高 它飞不溜秋 人家高大威猛 它体态肥瘦 跟团子像是亲兄弟 人家飞得高远 而它吭哧吭哧离得扑轰 凤雨心里酸溜溜的 为了证明 自己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它继续奋力扑轰 脚蹬地扑轰腾飞 落下继续蹬地飞高扑轰 小精 它跟坐蹦蹦车似的 人家蹦蹦车是互相撞 它这是蹦的 不过它能感觉到 凤雨的心情不太好 它笑着摸了摸凤雨 咱家凤雨也很帅气呀 凤雨哼哼着 乌漆骂黑的 小精你管这个叫帅气 小精无奈 能怎么样啊 但凡没有她 天天复旦的情谊 又被凤雨第一眼认准了 她肯定不会选择全身黑 晚上都找不到人影的同养夫 可这是她家的 不管凤雨是什么样子 他们一辈子都要互相不离不弃 小精笑着说 凤雨不是听过 丑小鸭的故事吗 咱们家凤雨也是这样的 以后会变得很漂亮 五彩斑斓的 她的嘴巴开过光 许什么就是什么 她觉得她能接受她所有 只希望她长得好看些 凤雨这回开心了 蹦跶得更加欢快了 鸟兽人对外表也特别看重的 很多雄性为了寻到配偶 羽毛颜色绚烂丰富 极为吸引人目光的 到了广场上空 思硕抱着阴江的头 询问道 阴江 你看看哪位雄性厉害 天赋好 品性佳呀 阴江跟她一一说着 都是这几天 她时不时过来观战 用心记下来的 思硕还跟阴江嘟囔着 一万阿富是大祭司 看似她出身于鲁尼部落 还跟部落首领 当过节旅兄弟 但实际上坚定支持 她的寿人不算太多 大多都是墙头草 谁当大祭司 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所以如果让几位阿富 和阿母们日子安定平稳 必须要寻一两个家 是背景厉害的 阴江点头 那就从这些 个人优秀的雄性里 再进行筛选 很多雄性优秀 背景也漂亮 毕竟背景好的人家资源也多 能够提升自己和后代的资质 人站的高看的圆 自然也有着普通兽人 没有的胸襟和气度 司朔帮着夏明相看了几位 还将他们的信息 写下来放入空间里 让萧承和知乐 去打探一下 这些雄性的虚实 但凡符合要求的 他便用心计下 招呼人群中 坐在支离身上的夏明过去 他们都坐在 各自雪豹兽夫的身上观战 阿母 两个阿富都是走兽 您看台上那位是鱼鹰飞行兽 那也是损形木 就是跟我家猎损种类 是远亲的 不管是体态矫健 还是飞行捕猎能力和势力 都是飞行兽中的佼佼者 飞行兽在跟走兽对战的时候 并不太占优势 但是他却跟我家阴江一样 能碾压不少铜级走兽 夏明听的眸子精亮 有些忐忑道 小朔 我 我很普通的 他这么厉害 怎么可能看上我 司朔轻笑着说 阿母 你别妄自菲薄呀 你可是蜜带鼠啊 鹰和鼠是天敌 这代表着 他们对你的喜爱 会超过其他种类的雌性 身为雌性 你要自信点 自信的雌性更加漂亮 闪闪发亮 我教你一句话 当初我就凭借着这句话 将擂台上的供油 给管回家的 夏明抿着唇笑 我记得你说过 是 我为你吃 我为你狂 我为你筐筐撞大墙 对 就是这句话 阿母你喊出来啊 可别被其他雌性 给杰足先登了 夏明用力点头 深吸口气 在台上与英寿人 赢得比赛的时候 闭着眼大喊道 海威 我为你吃 我为你狂 我 我为你筐筐撞大墙 你跟我走吧 喊完 她都不敢睁眼 感觉世界都寂静了 她人生中第一次疯狂 喊完她 就后悔了 怎么脑热 真干这样的傻事了呢 海威侧头看向 闭上眼胆小如鼠的小雌性 那白皙软糯 微鼓着塞帮的样子 可真可口呢 她挑眉 一步步走下来 站到她的身边 不等她说话 支离就将夏明塞到她怀里 海威 其实她还在犹豫 没说要跟随那 这是要接还是不接 夏明睁开一只眼 心跳加速 硬着头皮 主动圈上海威的脖子 海威常年在海上飞纵 自意长阳独身惯了 见到熟人 也只是打个招呼 根本没有肢体接触的可能 更何况是这么娇软的小雌性 她的心 瞬间就柔软下来 海威 这几日 夏明是被思朔 和家里的宰宰们轮流上课 将很多管人的话术 背得滚瓜烂熟 都不用过脑 就能说出来 可这会儿她大脑一片空白 只记得思朔说过 因何属是天敌 我很好啃的 说完 她自个儿都呆正住了 埋手在她怀里 死活不动了 海威挑眉 一手抱住她 一手拉着她的胳膊 还真啃了口 小雌性的胳膊 香滑白嫩 又胶软肃无骨 她没怎么用力呢 就感受到小雌性疼的哆嗦下 她将她的胳膊拿开 果然看到 上面有一排烟红的牙印 感受到支离的怒视 海威用拇指轻轻摩擦着 善善地说 我 我没想啃你的 是你邀请我啃的 大不了 大不了我把自个儿赔给你呗 以后能常啃